眼前的男人为了能够早日出狱 他不仅甘愿到一所重刑监狱里面服刑 还准备跟一个变态连环杀手做朋友 而他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要从这名杀手的口中套出藏尸地底 并且只要警理能够顺利完成任务 那么警方就会免除他剩余的所有刑期 可刚入狱的第一天 这里的混乱程度就超出了他的想象 只见一名囚犯用手捂着肚子 亮亮呛呛地走在路上 没走几步就瘫倒在地 可面对这种情况 周围的预警却对此事不见 警理这时也发现 在这所监狱里没有任何规则可言 甚至就连吃饭的时候也不能放松警惕 因为你永远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 你的身边就会发生一场暴乱 作为监狱里唯一的线人医生齐尔曼告诉他 这里每天都会有意外发生 而他把警理安排在拉里隔壁的牢房 目的就是为了让他可以更好的完成任务 接着齐尔曼告诉警理 监狱里的每一个囚犯都患有精神疾病 为了避免引起拉里的怀疑 警理必须要假装暗示扶药 这时警理询问齐尔曼 如果自己遇到危险该怎么联系他 听到这话的齐尔曼给了警理一个电话号码 告诉警理遇到危险的时候 可以直接联系自己 而为了能尽快完成任务从这里出去 这天警理在扶药时刻意和拉里搭讪 不料拉里的戒备心极强根本就没有搭理他 可想要尽快出狱的警理怎么可能放弃 于是在晚上用餐时他再次主动接近拉里 不料拉里根本就不鸟警理 甚至都不拿正眼看他一下 无奈吉米只能另寻他法 然而这天父亲的突然探访 险些给吉米带来了灭顶之灾 看到父亲的到来吉米十分惊讶 今天明明不是探访日父亲怎么来了 听闻此话的父亲解释到 他利用自己的警官特权获得了探视的机会 并且父亲还告诉吉米他叮嘱了这里的狱警 让他看在自己同事警察的份上照顾一下吉米 听到这吉米表情瞬间发生了变化 看到自己好心办了坏事 这时父亲也意识到自己把儿子坑惨了 可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 吉米只能冒险继续完成任务 在回去的路上 吉米希望狱警能帮自己保守住这个秘密 听闻此话的狱警满口就答应了下来 并且还给他介绍了一位黑老大当靠山 只要吉米能够得到黑老大卡巴的信任 那么在这所监狱里也算有了保障 由于双方都属于意大利的后裔 吉米很快就得到了卡巴的赏识 可同样吉米一旦背叛了卡巴 那么也就意味着他将付出生命的代价 殊不知这里发生的一切 都被站在塔楼里的狱警看在眼里 而此时的吉米还不知道 这一切都是狱警为他设下的圈套 时间很快来到第二天 为了能够再次接近拉里 吉米跟着拉里一路来到了电视房 看着电视里播放的普法节目 吉米是一阵无语 但注意到拉里似乎很喜欢这档节目 一想到自己的任务 吉米也只好忍耐下来 可就在这时 一名犯人昂首阔步直接就冲了进来 不顾现场众人的反应 上前一把就切换了频道 看到男人如此凶神恶煞 拉里当场认怂 看到拉里那怂包的样子 吉米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犹豫了片刻 吉米决定把握住这个机会 他静止走到电视前 放回了原来的频道 你愿意改变那档节目 不 我不 对 现在 男人很快就被锦里打成了猪头 这时赶来的预警赶紧将两人分开 随后将锦里直接丢进了禁闭室 进入禁闭室后 锦里快速平稳好自己的呼吸 看着手上的鲜血 她知道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果不其然当锦里从禁闭室里出来后 拉里竟主动与她搭话 询问锦里为何要帮助自己 听闻此话的锦里微微一笑告诉拉里 自己可不是为了帮她出头 接着锦里便主动向拉里伸出了手 面对锦里的示好这次拉里也没再拒绝 两人之间的关系在此刻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锦里趁机和拉里聊起了狱中的声音 可还没等两人说上几句话 之前帮助过锦里的狱警就找上门来 狱警示意锦里要单独聊聊 进入牢房后 狱警也不再掩饰自己的目的 张口就让锦里给自己用点钱来耍耍 听闻此话的锦里一脸茫然 看到锦里蒙圈的样子狱警解释道 自己已经知道了她的真实身份 锦里隐瞒自己的身份来到这 肯定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狱警表示你现在已经得到了卡巴的信任 一旦他知道你的身份是个卧底 你很清楚你的下场会是什么 毕竟卡巴很喜欢割掉背叛之人的脑袋 割掉背叛之人的脑袋 割掉背叛之人的脑袋 你不可能会强调我 你不可能会强调我 毕竟告诉锦里自己调查了她的底细 知道她在芝加哥是为大人物 并且在那里过着纸醉惊迷的生活 她警告锦里不要想着耍什么花招 如果明天中午自己拿不到钱 她也不敢保证自己会做出点什么 Mr. Carter 对 如果我能不能放下我的手 那么你的手是什么 由于害怕自己的身份暴露会惹来什么麻烦 无奈锦里只好答应了预警的要求 在锦里愤怒的目光中本集到此结束 我是以诺我们下集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订阅 刘春